小朋友们犯了错误 老外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严厉 需要关注小黑屋进行惩罚 我去接弟弟的时候 然后幼儿园的老师说 弟弟踢人了 哎呀 我踢完也很惊讶 当时老师就说 如果他再下次还要踢人的话 就不能算那个幼儿园了 我当时以为是那个老师吓唬我儿子的 就是为了让他改正错误 但是我一回家跟我老公一说 我说儿子在幼儿园踢人了 然后我老公立马说 如果再这样的话 就不能送他去幼儿园了 我把他接回来 然后也没有跟他多说什么 准备待会儿到家的时候 在安安静静地问他 是怎么回事 妈咪 Grace is on in today 哦 really 她怎么了 生病了 不知道了 来吧 走吧 走了 走了 你能够进去的锅子吗 可以 可以 是 是 是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你和所有的锅子坐下 然后你刚刚刚就准备了他的脸 我刚刚刚说了 教授说一遍 他不是你的锅子 你不要跟他们混合了 然后他不是混合了 他不是混合了 但是你应该是生病的 对吗 你应该是生病的 對? 對? 但是你沒有被責責? 對? 對? 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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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很抱歉,对吗? 对 你准备不会再做一次 对 你会不会再做一次 你会再做一次 提起人又准备了 阿斯文 你不会再做一次 你不会再做一次 你不再做一次 你不会再做一次 但你没做一次 阿斯文 我不是说 这个是一种东西 不是说 你会坐在这里 你不会再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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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文 OK That's what happens It's up to you now If you kick someone again You get no presents for Christmas And no more pressure You'll just be at home With no presents No friends with Austin OK And no toys You can't play toys with a friend anymore If you do it again Yeah You won't get any new toys At Christmas son OK We promise not to do it again I want you to I want you to get toys Austin at Christmas And have a nice Christmas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not be a good boy Don't be a bold boy OK OK Say sorry to mom And give mom a hug Give mom a hug Just promise mama Don't do it again OK So can I Austin Canada dadda 给你讲的话 You听到了没有 You don't have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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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tell the teacher You can't You don't ha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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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you can Give the girl Give the girl You can't Give the girl Give the girl And to Mighty Alright Kick somebody Kick somebody щее 、 In which case 生气了要告诉老师是怎么回事 让老师帮你解决 好不好 听到没有 听到了 but not today because you're being punished because you've been bad boy today but I love this game I know I love this game but it's your fault if you're a good boy then I'll play with you daddy play with you so tomorrow I'll play with you but today you're being punished so I hope you remember this 在公园散步 走着走着就算毛毛雨了 把帽子戴上 这种防雨在岸南 是非常冬天 是非常需要的 寒冷冬天即将来临之前 来看一下艾兰的秋景 公园里的秋景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要出来晒 然后大概40分钟吧 就得回去忙活 然后接弟弟呀 然后搞一下卫生 反正家里主妇 能够把有一点点时间出来 给自己也是挺好的 然后昨天我老公 也跟幼远的老师 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立马第一反应 就是先打电话给幼远的老师 给你道歉 然后幼远的老师也说了 这个在孩子 就是发生摩擦 这种现象很正常 但是父母必须要 一定要经过 就是正常的管教 让他感染错误 如果父母不管的话 他下次可能还会打人 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 他们幼远不会接受 就是发生 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老公也说了 非常的抱歉 比较安慰的是 今天早上我送幼儿 送儿子去幼儿园 然后幼儿园的老师 一打开门 儿子就自己主动 说了一句 I'm very very sorry about yesterday 当然就是为昨天的行为 感到很抱歉 希望他能够通过 这次我老公和我的管教 能够认识到自己 打人的这个错误 这个严重 这个错误吧 说说我说丁丁 你在说什么啊丁丁 我让你挖子又不穿 不冷啊 又不穿袜子 你看弟弟 你看弟弟 他会把他的东西给你吃 主动给你吃 你还去抢他的 阿斯的嘴巴不要 卡通 丁丁 你教一下丁丁怎么吃 阿斯的嘴巴不要张开 对 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不能把水表张开 张得那么大那么响 对了 耶对了 好棒 对了 然后他现在开始在玩了 吃完了赶紧去喝水多喝点水 听到没有 Glory 跟你说要刷牙去读书 去看我说的睡觉 好好刷牙回来 不要唱歌了 好好刷牙 好刷牙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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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作丝